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蔡英文政府在推动年金改革后引来许多反弹声浪,除了八百壮士透过集会抗一年改外,公投盟总赵蔡丁贵也感慨地表示,年金改革之后18%要取消,我做台独更无力。 八百壮士与洋公投护台湾联盟最近都长期在立法外院抗议,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拆除两阵营帐篷,八百壮士于是改成配合申请时间,每天一早搭帐篷,下班后拆除公投盟基地虽还在,但没有搭帐篷。 公投盟总赵蔡丁贵昨在脸书写道,八百壮士有帐篷每一天可以搭,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零百分之十八,我们公投盟只有我一个人零百分之十八,所以台湾自觉建国只能有一搭没一搭。 蔡丁贵也说,八百壮士嫌百分之十八领太少,他则认为百分之十八领太多,他们靠领百分之十八反台独,我靠领百分之十八做台独,百分之十八要取消了,他们反台独更激烈,我做台独更无力。 不过许多网友都大亏蔡丁贵,台独一定要靠百分之十八,原来是反年改的同志啊,蔡丁贵的台独只值十八%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